也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黄教主 无关风吹浪达 胜似闲庭信步 我那时候刚录完 去沐小子写了一个文章 我想说等最后可能再把它剖出来 为了拍两个人竟然动了两百多个工作人员 然后每个我那时候拍完的时候 我说来的时候觉得每个工作人员 看我们的眼神都是爱心 因为可能观察我们那么久 就看着我们这些人然后就觉得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 就是你们一直看到我们 所以就会觉得 就做这个节目很用心 然后你看这些 真的太有趣了 每一只房间不要再搞一只房一眼 在这边跟我拿讲话 我做 femme对她觉得 ه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